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有点酷,穿黑色T恤下单牛仔裤,再细上腰带才够饭。 迪丽热巴出行还是非常低调的,看她戴着一顶渔夫帽。 帽颜还显得特别低,又戴上了塑料框的眼镜,感觉还是颇显斯文的。 穿着上,迪丽热巴总是呈现中性风的穿搭。 看她身穿白色T恤搭浅蓝色牛仔裤,再把拖鞋穿上简单随性。 接着再看这一身,身穿的是一套黑色的look,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。 黑色的长袖,黑色的短袖,显得咱们迪丽热巴。 一看的话就是那种特别帅帅的济世感。 这次,又看到迪丽热巴现身了。 只见迪丽热巴有点酷,穿黑色T恤下单牛仔裤,再细上腰带才够饭。 看到她的造型,还是一如既往这么低调。 只见迪丽热巴戴上黑色的渔夫帽之后,帽颜压得特别低。 然后用一个口罩遮住了自己的脸,不得不说,从这个角度看。 迪丽热巴的脸是真的十分精致小巧呢。 私服和配饰上,迪丽热巴这次背了一款链条款的包包,还别说。 仅仅是背上这么一款包包,迪丽热巴就给人呈现的是一种很有男有力的济世感。 然后,看到迪丽热巴这一次又是以黑色的短袖T恤打底。 黑色的衣服本身就是非常显瘦的。 再加上迪丽热巴现在又将自己的黑色T恤塞进牛仔裤里面。 这样的话就显得迪丽热巴的身材更加好了。 另外,这次迪丽热巴选择的牛仔裤也挺有意思的。 迪丽热巴穿的这款牛仔裤是非常基础的浅蓝色牛仔裤。 和黑色的T恤搭配在一起看起来有一种很酷的济世感,除此之外。 我们看迪丽热巴这条裤子的腰身,有一种裤子买大了一号的济世感。 其实,这才是时髦。 除此之外,迪丽热巴还在腰上系上了一条黑色的腰带。 要是没有这条腰带的话,迪丽热巴的造型就会逊色不少。 只有当系上这款腰带之后,咱们的迪丽热巴的look才够饭呢。 有被迪丽热巴给撩到吗?